香港人喜歡吃美麗海鮮 吃好西又喜歡喝啤酒 個個以為自己營養不均衡 拼命吃黃豆 搞到十個人裏面就有一個人有痛風 不過不用怕 我們有解決方法 就是痛青 痛青這個食品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腹方組成 有效幫助身體將尿酸排出體外 抑制肝細胞裏面的黃飄零的產生 如果大家想進一步了解痛青的資料的話 請WhatsApp或者微信 或者打來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們巴打台的網站 www.badatoy.com 了解詳情 好,來到第三節了 各位又不厭其犯再說一次 因為我們發覺每一節都有不同的 想見到會就快點報名了 對,和Alex 因為8月18日有個網聚 我和Alex都會在的 網聚我們現在有個新搞法 就是我們想搞一圍是軍武器延的圍 這樣就成為大家不用說多少題目了 不要帶槍出席,煩法的 www.blog 或者你收起來,不要露出來 露出來也是煩法的 不要露鞋啊 不要當眾露鞋啊 是啊,很危險的 所以就是軍武器嫌一台 我們有些軍事 topic聊天 開開心心的吧 霸周言歡,說一晚吧 818日 如果你要報名的話 記住在我們Facebook那裡留言 對,軍武器嫌Facebook裡面 你PM我們,訊息我們 放下contact 就有Alex來找你了 好,我們就說回這一節 這一節就是第一個要J什麼呢? J也是暴風雨 記得我們之前個星期說過 不能不J嗎? 上個星期要整個星期 對,因為這部機為什麼要J呢? 首先,說到六代機 老實,這個世界除了美國敢說 老實,沒有一間公司敢說六代機 他就真是厲害了 剛剛在范保羅的空展裡面 他夠膽放一架模型出來 其實這個模型已經很有誠意了 他還要是一比一 這個模型 就直接在上面都坐在一起 很厲害 他的設計是挺新鮮的 你告訴我,這部機機30年之後便可以飛了 是啊,30年左右 他說是2035 如果你當現在大概要2010年了 是2035年 他的定位不是五代 而是六代機 六代機的原因是 因為他可以無人 可以有人可以無人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記得我和Alex沒有一個預言 就說這部機 應該推出之後 就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 就是他要跟法國和德國撼 因為他現在脫鉤 他就要跟法國和德國撼 他就一下子超越他 六代 英國可能有個專業和子專 第二件事 就是理論述過 將這部機和F-35合作 即F-35填不到他會蓋我填 當然,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們說過 這部機的勁在哪裡 就是勁在他的雷射武器 他不只是射導彈 裡面也有內艙 甚至有人說他可不可以指揮 我怕他是太陽能電筒 我也有點害怕 他說得很厲害 另外,如果大家有看另一個網站 有些出名的 叫做Diplomat 這是外交家 就說日本一個防衛大臣 小夜漸電 這個應該都聽開了 直到倫敦那邊 大家知道日本很好五代機 日本最害怕的是 F-35雖然是好 但F-35始終不是自己的 而且他覺得行程不夠遠 所以他做不到空優的情況 其實F-35的問題是 他本身不是空優戰機 所以你永遠對著1200 你總是覺得如果打是沒什麼好處 我覺得比1200好打 其實一定好打過 日本人是追求完美的 他原美地打下來了 對,即是是完勝 你沒有可能贏我 你打完這架J-20 然後第二架J-20 我也要打完他 對,只要144比0 所以他就看中了F-22 144比0 最重要是F-16 不是J-20 所以相對來說 他現在周圍找Partner 大家有印象 之前波音 打算設計一部機 Locky Martin就說 F-22 扣F-35 記錯了 Norvall Groupman 就說他要設計一部機 YF-23 就是YF-23 翻版 現在這個又找日本 就說不如我和你聊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做五代機、六代機 我們幫你搞 直接我幫你設計過 這是不是第一次大戰之前的英日合作 英日合作 當然大家會幻想到 日本人應該是全國亞洲最成功的西化國家 是 日本人應該覺得自己是黃 是黃種的白人 他們應該是Banana 黃皮 特色白芯 還有大家會發現 日本人的西化程度 你看見西裝有日式西裝 西餐有日式西餐 日式西裝就是我以前的英國人穿的那種 對 即是一個叉 開封的那種 對 大高母 大高母 他們又跟得很classic 還有一支怪獎 和士迪 所以是很帥 現在聽說航空智慧隊 他說要100架 老實說100架 你覺得開一架機 你覺得他賣多少錢呢? 我想一億就走不掉了 一億就走不掉了 不,他現在連一部機都出不了 應該一架也開不了 但我們照顧 起碼和F35平頭 那就是一億 日本最重要是有的士錢 他自己安裝一架兩億 他也安裝 如果要100架 他開1.5億也沒所謂 那就賺了你一百五十億 所以如果只是日本 如果日本好像印度那樣 我先科水給你研究 大家記不記得 這件事首先有20億英镑朗底 20億英镑朗底 如果日本人說 好啊,我又給他20億 如果這樣40億一開始 其實相對來說 就很傻了 所以這次開發 有沒有可能是BAE的牽頭 因為裡面還有利安納道 意大利製造直升機 不是議員的那些 那些肥仔 不是迪卡比我 迪卡比我 還有NBDA 即是整流星飛彈那些 所以如果這樣加起來 日本人有一個好 就是他做的電子 做得很好 如果你可以混合日本電子 那麼無人機的位置 會不會比較好呢? 還有日本有F2000機的 F2000機其實是翻版Epsilon 但其實那部機比F16大一點 但是特意有一點不同 特意有一點不同 現在他們說 F2這部機是舊的 所以F3 F3現在已經有標書 標書也是BAE的其中一個 接著你說的 Homba Dudso 又來了 Loki Martin Loki Martin 接著波音一定有 Northra Groupman 又來了 所以是大運 所以日本這個水域 大客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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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客仔是誰都想要的 所以這件事 究竟英日可不可以再做一次同盟呢? 我們就大家關注一下 穿70年前 日本人投降一套 英式的日本西裝 跟英國人一起簽約 那個情形應該很有趣 應該一模一樣 有機會Alex的鋪照給大家看 另外我們繼續討論日本 日本的防衛省 公布了一些研究成果 有一件事竟然在國內同胞 引起了他們的注意 電磁加速系統 另一個是電磁墨充生成基礎技術 聽起來好像不知道什麼 好日文漢字 其實就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研發一些 我們叫電磁軌道炮的最基礎設施 聽著我們說是基礎設施 就是做一些最基本的研究 如果你要做到電磁軌道炮 是有很多實用性的投入 當然就不只是一段影片 我和阿歷小時候 就是原裝日文 但是最好就是它有Google的翻譯 有一個實標的字幕 還可以找到廣東話 很準確的中文字幕 很古文的感覺 很古文的感覺 真的中文差一點都看不明白 我們就看到什麼呢? 就看到電磁軌道炮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 有感覺 看到科技片 還要說日文 還有少少日式的音樂 當然就是高達 再看下去 咦?這麼像是否超級機器人大戰? 再看下去 咦?是不是那些Gundam G-Generation 那些呢? 那些戰棋遊戲那些呢? 所以很古文的 像是超級機器人大戰 因為它好像裝備研究所 光子力那些 它說到陸上裝備研究所 近來說 那個分析 其實是很微型的 但是在大陸的媒體 通常大陸媒體會踩人 但是它都贊人一定是真的 就說它那個體積雖然很細 但是什麼都齊 例如說它們的電池加速系統有 電池默充有 這兩個大陸裡面都試了無限次 大陸就說它們現在已經試 可以放上藍 當然你看到日本這個 我們這幅圖去看 當然是很長時間都沒有放上藍 但是當然 Alex剛才又不過去提醒我 就說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很有誠意 可以穿幾十塊鋼板的一段片 然後我說 對呀 好像這麼多事 只有一個做 就是BAE 這麼久都只有BAE做到 其他都沒有 大陸雖然說有支炮 是沒有射過的 最多只有它們內部有 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可信性就變得難 所以大家這件事 就看看你覺得日本這個有多堅 我們就覺得日本這個 你看這段片段 通常這些電池軌道棒 是有支炮的 那支炮 你看見美國佬佬也有吃力的 因為它也有幾kg 但是跟傳統炮彈相差很遠 但日本那個 好像公字節一樣 整個十多吋長的 但日本那個是很幼的 很小顆的 很小顆的 只有兩隻手指可以捉到 可不可以兩顆AAD這麼大顆 所以如果你懂得看 你都覺得它應該有功率 就是實驗機 就沒有去到應用 射穿鋼板那些 我想有都很少 還有這件事 你會再看到 這個世界有什麼國家正在研發 土耳其正在研發 土耳其正在研發 土耳其研發到我 我覺得不奇怪 因為大家記不記得 土耳其最喜歡跟誰拍 BAE BAE就是搞電池軌道炮 他發覺在美國那條水 不可以去退機 這些叫做狡兔 就是三分 英國人一向都是 從奧圖萬帝國 鬼魂開的 鬼魂開的? 有條路 另外當然大陸有 大家知不知道俄羅斯也有 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這個不厲害 四個字 相對落後 相對落後 阿歷斯也有些字 說什麼信過 俄羅斯的信過 俄羅斯的信過 很信過 總結四個字 很想要爆 所以俄羅斯應該是不行的 所以暫時 好像相對領先 應該是大陸 和美國 但其實就算說到大陸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暫時只有一段片看 就是美國那段 射出才知道 所以可能美國是 實驚無神明天跟你說 我們成功了 三個月後 裝備軍隊 然後那個豬瓦特級 噢! 噢! 可能殘荒埋了那部電影 那支是真的 那支是真的 那支中火環 在金字塔射出來 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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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形金剛也要散 我去升科技 不夠你打 那支真厲害 我第一次說 原來美國的金字都這麼厲害 另外我們要說說英國 英國接下來 兩棲攻擊艦 去了東京 有什麼意義呢? 原來這麼多年來 其實已經很多年了 英國基本上 都沒有很大型的選 去了日本 像脫鉤、英日同盟 要復服這個 可能真的是英日同盟 現在有一架兩萬兩千燈 很大架 很大架 兩萬兩千噸 這架是計算伊莉莎白旅王號 最重的這架 兩萬兩千噸 這架叫Albion 中文可以譯成聯合號 台灣譯得很噁心 阿爾濱 不喜歡這些 一個意思 這架是英國王家海軍的旗艦 甚至有什麼 我們叫這些 指揮 兩萬多噸 像以前的無力級 王家方舟號 對 而且大家要記住 這些兩車工具立合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它真的可以起降到F-35B 我說得到 所以F-35B未放在女王號 老實 如果女王號放不及 放在這架都可以 對,流水的 對 因為它有一個滑台 這個不用滑台 這部有滑台嗎? 這部有滑台嗎? 這部滑台應該有滑台 是嗎? 這麼大一個甲板 還有最過癮的是什麼? 最過癮的是 如果大家有看環太平洋軍演 澳洲這次是繼美國之後第二多兵力的 不是日本 不是韓國 是澳洲 澳洲是不能看笑的 而澳洲有一架軍 叫做亞德萊德河 那架是真許敗F-35B 是誰做的? 我懷疑是澳洲自己做的 因為澳洲也有它的軍功能力 這部滑台 現在台灣 你知道被看中了嗎? 是嗎? 台灣被看中了 就想招標 然後在台灣自己做 哇! 買了設計後自己做 因為他說這部滑台很先進 而且他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他不是美國人直接拿貨 就沒那麼煩 那日本人就很不開心 日本人? 日本人做兩艘攻擊艦 如果賣給台灣 可能他又不肯賣給台灣 我懷疑 所以很難說 澳洲肯給你做 澳洲肯給你做 可能是 聽說而已 就是這些消息說 那就是台灣有航母艦 如果台灣可以放到 台灣可以買F-18的話 那怎麼辦? F-3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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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樣就很厲害 那遼寧號可以回家 01A也可以回家 我來探望你 嘩 來探望你可能隨時會選手爛腳 來探望你 誰會選手爛腳 那當然是對家打你 這個應該照底 你的J-15就問誰了 J-15我給你降落了 在那邊降落嗎? 但是人家沒有濫縮 因為人家垂直起國 不要緊 我沒有濫縮 怎麼搞的? 我也沒有打算成功過 炒落海 真麻煩 先說回這部 現在Albion來了 有些人說 為何要來這部 是幫助女王浩鋪路 我先來了 我不要一來就女王浩震撼 我這一局就來了 震撼彈 下一劑就女王浩鋪路 沒有這麼震撼 大陸就很露台 日本製作天王浩鋪路 很厲害 製作名字號 製作名字號 製作女王浩鋪路 然後裕仁號 裕仁號 現在就說這部 停教華衰河 你知道日本第一軍港 理論上和列根浩鋪是隔離 英國和美國兩兄弟 終於放在一起 現在這樣說 下一劑是女王浩和列根浩 釋放了什麼訊息給北京 這就是值得大家換味 我多說一句 男女瘦瘦不親 你別黏著 這節先來 如果大家有濕疹 白色 牛皮腺 主副手 銀泄症 氣管敏感 鼻敏感 烤喘等 免疫力系統的問題 大家就放心 因為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敏迪 我們看看實證 圖中這位人兄叫Sam哥 他有很嚴重的銀泄症 大家看到他服用後 左手邊已經得到很大的成效 大家又看看另一位實證 這位就是我們台灣黑白港的主持 他有很嚴重的牛皮線 他服用後 右手邊也得到很大的進展 敏迪本身就是植物提取物來的 全無副作用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敏迪的資料 就可以打來5537-9521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叫德仔 他基本上一條頭髮找不到的 年輕 今年就30歲 用了洗頭水加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都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狼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